黄老板 我拜托您的事情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拜托我的事情没问题 我可以帮你办 只是 你用什么来回报我 只要你能帮我把人救出来 我愿意出一千万 赌场勒索你们三千万 你拿出一千万 让我黄浦江救人 还真是一点都不亏呀 只是 你觉得老子缺钱吗 不要钱 那你想要什么 老子一向是直来直去 最讨厌拐弯磨脚 你赔我三天 老子一毛钱都不要 然后帮你把人救出来 怎么样 要不你就从了吧 你也不吃亏 对 三天咱们就能省三千万 这都划算 你很不错 是个明白人 江姐 你这样人家会很难过的 你难不难过 关老子鸟事 乔天牧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跟了我 我再给你望江楼三成干股 怎么样 不好意思 我朋友口味比较刁 你这款它实在吃不消 我们就不打扰了 走了走了 我这里是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我都说了 你的条件 我们不可能接受 难道你想霸王硬上弓吗 这倒是个好主意 谢谢你提醒我 你们不要乱来 乔天牧 老子喜欢你 不代表你就可以在老子面前诈刺 给我上 赶跑就打断他们的腿 不伤第三条腿就行 之所以来这里 就是希望能避免用暴力去解决问题 为什么到最后还是要我使用暴力呢 怪不得赶来我这里闹事 原来有些本事 只是 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从我这里安然走出去吗 老杜 出来吧 画镜 你竟然是画镜 画镜 还真是没想到 夜十三竟然是传说中的画镜高手 老杜这些年替我干掉了不少来犯的强敌和竞争对手 在我心里 就是神一般不可战胜的人物 却没想到他连这个年轻人的一招都招架不住 黄老板 请问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可以 当然可以 不让老乔陪你过夜了 我算什么东西 怎么配让乔先生陪我过夜 很实实物嘛 能屈能伸你很不错 坏人 我打死你 阿明 快回去 坏人 我打死你 先生 请不要伤害我儿子 他脑子不太正常 求求你 不要伤害我儿子 他的病我能治 妈妈 阿明 你刚叫我什么 妈妈 儿子 我的好儿子 多谢您治好我儿子 从此以后 我黄浦江这条命就是您的 我手下三千黄浦军 随时听候您调遣 黄浦军 黄老板掌控着黄浦江上70%的渔船和货船 手下有轻壮水手三千 人称黄浦军 起来吧 我只是看到你们铁毒情深 才出手帮你儿子治病 我又不准备称霸护海 要你的三千黄浦军有什么用 不管您怎么说 以后我的这条命都是您的 乔先生让你救的人 你有办法救出来吗 哎 红娘子那个人背景很深 他不会卖我面子的 弄了半天你是在耍我 实在不好意思 那个红娘子到底是什么背景 我也一直在查 我现在这就召集手下弟兄 一定把人救出来 先不着急来硬的 不过你可以把人手准备好 随时等我消息 好 我时刻准备着听从恩人的指挥 那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的事我自己搞定 帮人帮到底 再说了 我怎么也算是乔书奇的叔叔 他出事 我于情与理都该尽一份力 红娘子背景看样子很复杂 你还是别参与了 免得给你老婆孩子带来麻烦 那需要的时候 随时给我打电话 没问题 等师员来了 我们一起去家里拜访 你好 给我兑换一百万的筹码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最低的兑换额度是五百万 哼 没钱别学人家来赌啊 我是来赢钱的 难道别人来这里就是为了输吗 想赢 你得有那个本事 要是我赢了呢 那你今天可以带我去你房间过夜 那我岂不是很吃亏 玩不起就一边凉过去 别处在这里占地方 我买小 老弟 你就这五百万筹码 确定要拿来跟我置气吗 跟你置气 你还不配 贷款取债 来这里做一页暴富美梦的吧 我倒要看看 五百万一把输光了你怎么哭 买定离手 一四四 九点 小 真是狗屎运 各位 买定离手 一千万 我还压小 我还是不信了 你能继续走运 二三五 十点 小 兄弟 你太厉害了 你就是我的偶像啊 这次压什么 继续压小 摇啊 怎么不摇了 赢我们钱的时候不是摇得挺欢的吗 就是 刚输了这么几把就怂了 他是不是在出老千 他没有 那他们就是来砸场子的 或许他只是来赢钱的 五百万变成了八千万还不收手 太贪心了 我去干掉他 哼 你想把客人全吓跑吗 那怎么办 总不能让他一直赢下去 走下去看看吧 哼 你们这么大的场面 不至于输了几把就拒绝客人下注吧 太不像话了 合着你们庄家就只能赢不能输啊 这么输不起 这赌场以后还能来吗 天哪 是红娘子 果然跟传说中一样 比女人还美 红娘子这还是第一次被人逼的先生吧 牛逼了 这位先生 我给您凑足一个亿 今天就此罢手好不好 哼 不好 请问先生 你是故意来找我们麻烦的吗 这话是怎么说的 我一没出老千 二没有扰乱赌场秩序 怎么就成找了你们麻烦了 难道我们来这里就只能输 只要赢了就是在找麻烦 看来是非赌不可了 一局定输赢 赌注一亿 外加一只手 你输了 留下一亿和一只手 然后从这里滚出去 要是我赢了呢 你不会赢 这么自信 那就来吧 买大还是买小 哼 我买 小 你确定 开吧 我很确定 555 15点 大 五点 小 你自己摇出来的点数 该不会不承认吧 偶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知道我能听出点数 就故意摇碎了两颗筛子 想等我压大之后 他在吹散已经碎裂的两颗筛子 点数就会变成小 谁知 我偏偏压了小 所以 他只能小心翼翼地把筛中掀开 生怕碰散了已经碎裂的筛子 可惜 筛子还是被我吹散了 牛逼啊 这样的本事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能耐堪比赌神了吧 我要是有这功夫 绝对横扫世界各大赌场 一辈子仅抑郁师不愁了 哼 在赌数上 除了我师父之外 我还从来没有服过谁 今天我输的心服口服 既然心服口服 那就掏钱吧 一共一亿八千万 把钱给他 李宋这位先生 还有这位先生 今晚在船上的所有消费 都算我的 有喝 请问 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欠我的赌注 是不是还少一样 哼 小子 你不要得寸进尺 奇怪了 我要我自己赢来的东西 怎么就成得寸进尺了 哼 给他一只手 拿走吧 现在满意了吧 有意思 跟我玩文字游戏 也罢 之前只是说 堵住一只手 确实没定是剁谁的手 不能说你们耍赖 你还想干什么 我现在有钱了 当然是熟人啊 熟什么人 昨天你们不是 给我老婆打电话 说我小舅子 欠了你们三千万 被扣下了吗 去把人带过来 自己闯的祸 哭什么哭 这三千万是赌金 那我们就走了 谢谢你的一亿四千五百万 哼 小子 你以后最好别落在我手里 哟 红娘子 你刚才不是问我满意不满意吗 我现在告诉你 不满意 华静 赶在我的船上杀我的人 你就是华静 今天也别想离开 那就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哼 我倒要看看 华静能不能挡得住子弹 除了你眼前这些枪 至少还有两个狙击手 在用大口径狙击步枪 瞄着你的脑袋 你觉得你有全身而退的可能吗 老板 不好了 外面来了很多船 把咱们围住了 好像是黄浦江的人 给我拨他的电话 死人妖 你给老子听着 假如夜少在你那里 少为一根毫毛 老子今天就撞成了你的破邮轮 这是要跟我死磕吗 怪不得有底气之身一人来我这里闹事 原来是背后有黄浦江撑腰 还真是让我惊讶 只是 既然跟黄浦江有这样的关系 为什么不直接让他找我要人 欠别人人情 总不如花自己的钱解决来的痛快 你说呢 自己的钱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 我赢来的 当然是我的钱 你开赌场的 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吗 我们要走了 假如你想确定下黄浦江 有没有跟你死磕的勇气 尽管拦着我们 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你随意